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对于生活中的很多事情 巨蟹座更愿意自己去掌控 一切在自己的预想进程里发展 便是巨蟹座要的结果 对于自己身边重要的人 巨蟹也有类似的想法 想要把对方留在自己的身边 如果你想知道巨蟹爱不爱你 你就可以偷偷地观察它 生活中的小举动 看它是不是总是关注着你的动向 是不是总是待在你的身旁 它可以什么都不说 却总是喜欢赖着你 这样的小细节 便是巨蟹对你的爱的表达 在以前没有一个人 能让巨蟹这么想要去接近 巨蟹自己也明白 你在它心里的重要性 所以只要有你在的地方 便是巨蟹座的美好天堂 巨蟹有些羞于表达 却能够准确地找到有你的方向 然后慢慢靠近 你应该看过巨蟹类似的小举动吧 这就是它爱你的细节体现 不用怀疑这样的巨蟹很爱你 它爱你的巨蟹坐在一起的时候 不仅感觉到很温暖 而且这种温暖里还蕴含着家人的味道 如果你面前的巨蟹们时时刻刻想着你 把你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爱护 那么它们时时有八九爱上你了 巨蟹们很练家 纵然外面的世界无比精彩 可对于巨蟹来说 还是自己眼前的这片小天地最有安全感 而且它们一旦喜欢上一个人 就会变得无比黏人 对方在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 巨蟹们一旦爱上了一个人 也确定了对方对自己的心意之后 便会再次打开它们那层厚厚的壳 把自己内心的柔软没有防备的袒露出来 没有丝毫的算计 而是实实在在地付出 也愿意把自己的过去 以及心中的所思所想都一点一滴地告诉对方 让对方看到面具之下的它 其实是一个脆弱的玻璃小孩 渴望爱又不敢爱 巨蟹如果真的爱你 会记住你口中的所有细节 你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甚至是你不经意提到的一件事 它也能默默地聚在心里 然后有朝一日给你惊喜 哪怕你喜欢的它不喜欢 它也会愿意陪着你去做 去迁就你的想法 可能很多人觉得巨蟹们在感情中那项寡言 缺少情趣 但它们也在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维系感情 可能不是那么浪漫 但是如果你用心感受 一定会发现那其实无处不在的爱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